好,我们现在调一下这个过滤器 当这个过滤器的,你看一下 现在,大家看这个扇转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这扇转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那我们怎么调,把它调快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调松 把这个螺丝呢,往左边拧 往左边拧的话,调松 它就会速度会很快 把它越松 这个地方的电气越大 这个发热板呢,扇转的速度越快 这是调上升 我们再看一下 把它丢了,看这个扇转的速度就很快 那如果你看一下,我把这个螺丝呢,调紧 调紧之后呢 那看一下 那这个 这个发热板的扇转的速度就很慢 但是当我们慢慢把它松掉 我们发现这个发热板 扇转的速度是很快 那我们现在再调一下这个 这个是调我们的发热板 往下压的一个速度 方向它调紧 这个电气调的很紧 没有电气的时候 看一下 没有电气的时候 往正转的时候 没有电气的时候 那这个,我们压一下 这个发热板 这个速度,往下压的一个速度 非常地慢 那如果我们现在想把它调快 我们可以把这个 逆时针旋转 把它调松 调松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发热板 你看 往下压的一个速度很快 那如果我们想把它调 调慢的话 就把这个螺丝呢 正转 顺时针旋转 把它粘得很紧 这个电气最后没有了 时候 那这个时候看一下 你看 这时候这个发热板 往下压的一个速度 是很慢的 是不是 好的 我们现在再调一下 我们现在再调一下 调在这里 这个过滤器的一个使用 过滤器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 首先把这个盖子拧起来 听到冰的一声响 那个 顺身旋转之后压压力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 这个按钮呢 是往前在推进了 一般我们调到0.4就可以了 那 那我们现在 先往前转的话 顺身转转的话 这个按钮 不再往前转 那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想把压力调小的话 就是逆顺身旋转 把这个 往左边调 那你看 我们这个针的话 很快的往左边转 一旦放到0.4就可以了 调完之后呢 把这个盖子呢 往下压一下就可以了 那经过一段使用之后 我们这个气管里面的 那个水啊 会有水 那我们就把水放一下 把这里按一下 那里面就可以有水出来 因为这个过滤器 这个过滤器主要是 过滤这个气管里面的水 防止这个水呢 就用机器里面去 那这个水全部在这个 这个盒子里面 过一段 每过一段时间 这个水都要放一下 才好 才保证这个过滤器的分量比较长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气缸油 这个气缸油 这个气缸油必须是满的 必须是气缸油的 因为这个气缸油的话 是用来润滑这个气缸的作用 它是不断的润滑这个气缸 好的 那我们现在再测试一下这个机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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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 我们就把电影打开 打开之后呢 嗯 我们调一下这个 这个温度 我们按那个ICT键一次 这个第一排变成5H的时候呢 这个 无限是调温度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把按向上键头来增加温度 来 或者按那个向上键头来减少温度 一般我们就是调到200度就可以了 啊 然后再按ICT键一次的话 就是5到F 那这个时候第二排是需要的一个温度的时间 一般我们调25秒就足够了 我们可以按向上键头来增加时间 也可以按向上键头来减少时间 好我们调25秒钟就可以了 好 当调完之后呢 我们再按一次ICT键的话 就完成设定 嗯 好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 嗯 这个这个这个是个电源开关啊 这个是个基础器 嗯 这个当你需要把它清零的时候呢 就把它按一下 嗯 这里就清零了啊 这是一个手指动开关 当我们需要碳化的时候按一下它 那 这个 发热板就会不动往下压 好 那当我们需要那个把它停止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 紧急停止开关 按一下 设备就可以停止碳化啊 那如果说我们想设备继续碳化的话 就把它 就把它 顺时针 转一下 让它这个 嗯 这个 急停开关 那就可以停止工作 那以后我们设备就可以碳化了啊 那这里也是有一个机器能量 双急停嘛 如果说那个手在哪里放的话 就是比较安全一点嘛 这个是一个那个防探索 那个一个装置 那我们试一下啊 你看 但有这个的话 我们这个机器的话 它就不会工作 因为比较安全嘛 再试一下 诶 对对对 你看 但有一点的碰撞 那这个机器就不会灯化了啊 那这是一个手指动 远程开关 那我们可以按一下 诶 这个设备也不会往下压啊 那这样如果说我们不想它要烫的时候 就按下这个就可以了 那这样如果说我们不想它要烫的时候 我们再试下这个 这个这个 一定要按到位才可以 嗯 按这个 可以 非常的安全 看到没有 非常的安全 好 好的 这个吃饭就完成了 谢谢